这就是我的艺中人 那我一整他 是吧 他便是我的艺中人 郡主 阿妍 你说他 不可能 一个低贱的娇人 他能配得上你 你 娇人 他连人都算不上 什么是话 只不过是有几分 美貌的玩意儿吧 娇人怎么了 娇人也是人 就是啊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两族的隔阂才不会消除 我就告诉你了 阿渊就是我的艺中人 在我看来 他可比你们这种 仗势欺人的人高贵得多 我与阿渊就是仙仙相惜 算什么东西 连他的名字都不配提 娇人又如何 在我眼里 娇人比你们这些 傲慢无礼的玄族人 高贵万倍 你怎么这么说呢 郡主和药医说的话 竟然如出一辙 我告诉你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赤王的关系 才让着你 别再胡闹了 现在给我道歉 我就当无事发生 该道歉的人是你 阿渊 你快告诉他 你有多喜欢我 你知道的 你是我这辈子 最在乎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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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你 快走 再也别让我看见你 好 郡主 虽然我知道 刚才演的那一处 是为了气跑那位公子 可恐怕这样 会有损你的声誉 有损就有损呗 反正我也不想嫁人 最好一辈子都不嫁 好了 好了 带我去吃好吃的吧 前面就是延峰楼了 走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